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小廚房煮大餐 不想想經常要煮什麼 就記得訂閱、Like和Share 大家好 又來到我小廚房煮大餐 我今天為大家示範的就是 怎樣可以做一件白糖糕 不酸、結白、彈牙的做法 我們現在就看看所需要的材料 材料這裡有三克的酵母 三克的酵母大概是一個茶匙的份量左右 木薯粉有30克 尖米粉100克 白砂糖有85克 至於水方面我們需要260毫升 我們現在第一時間要做些什麼 就是激活了酵母 我們在260毫升水裡 拿一湯匙的水出來 先打開酵母 然後我們再加少許糖 糖我們在剛才85克的糖那裡加入 加了糖、加了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酵母放在一邊 接下來我們把砂糖倒入鍋裡 再加入剛才260毫升水 我們加大約三分之一 我們是想煮溶些糖少少 先開最慢火 不需要煮滾了 只是煮溶它就可以了 我們煮溶了些糖 我們現在把尖米粉和木薯粉倒入碗裡 所有粉類我們倒入碗裡 就加上剛才我們剩下的水 倒進去 攪勻它 攪拌到粉溶解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它倒進去 剛才的糖水裡煮一煮它 倒進去 我們現在就開最小火 為何這些煎米粉和椅子 我們要煮一煮它 因為如果煎米粉你不煮 你就這樣撞下去 它會沉底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煮一煮 但你亦都不能煮得太過份 因為你煮得太過份的時候 它就會黏底 而且它已經熟了 記得要用膠刮 然後把它貼著底部一路 攪拌均勻 麵糊煮得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它過一次篩 過一次篩的目的是想它更滑 還有剛才可能有些粉煮熟了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隔一隔 如果不是一會兒煮出來的膏就粗了 麵糊隔完篩了 我們現在就把它稍微攪涼了 先把它攪拌到差不多的溫度 是甚麼是差不多的溫度 你摸下去 微暖的感覺 大概是30至35度左右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剛才已經發酵的酵母 倒進去 記住不要太熱放下去 否則酵母就會焯死了 酵母放進去之後 我們稍微攪拌一下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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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拿個掌 輕輕拍攪大概5分鐘左右 這個作用是有些甚麼呢 是有助它發酵 縮短了發酵時間 麵糊已經拍攪了5分鐘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拿去發酵 發酵有兩個方法可以做的 第一個 如果你們家是有蒸焗爐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蒸焗爐那裏 調成發酵的模式 30度兩個小時就發酵好了 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們可以用鍋放在蒸隔 煲到大概40度水 微暖就可以了 把麵糊放在蒸隔上 蓋著鍋蓋來發酵 我們稍後就讓大家看看 究竟是發酵到甚麼程度就可以了 白糖糕發酵到這樣的狀態就可以了 大家都看到了 它的表面有很厚的泡 現在我們就要把它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攪拌完之後 如果你看到的表面有很多小泡 是正常的 即是證明你的做法是做得對的 現在我們就在碟裡 已經塗了油 少許油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油是沒有味的 我通常會用米糠油 我們現在就把它倒進去 水滾了 我們就放進去蒸 蒸多久呢 25分鐘 中大火蒸 夠了 我們就看看白糖糕的味 測試的方法很簡單 放進去 沒有粉黏著就代表已經是全部熟了 但是很想吃 現在還未吃得到 我們要攪拌完 將它脫模才可以吃 攪拌完之後 我們就用直膠刮 慢慢把白糖糕刮出來 糕蒸熟完之後 你看到是一絲一絲 就證明我們做得對的了 在這裏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我 小廚房煮大餐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like 或者share我的免費頻道 下集再見 拜拜 我記得 到這個裏再次 請給我 兩次 再次 我可以 再次 快點 快點 請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